大家好 我是杰西 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8月16日的新闻 首先要跟大家道歉一下 昨天我不小心8月15日上传称8月14日了 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有点迷糊 好 那今天我们一开始要看到的是今天全球最大的新闻 就是塔利班已经进驻了阿富汗的首都克布尔了 好 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阿富汗的历史 可能对这个部分也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就是大概知道一下美军其实就是帮阿富汗已经帮了20年 然后从去年底还是今年就是开始撤军一直撤 到这个月底要把就是美军全部撤完 他们在那边已经作战了20年是他们有史以来最长的战争 那阿富汗的话他们原本就是打败塔利班 那塔利班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被塔利班占领 塔利班的话他们是问题很大的 好 他们觉得女生没有受教育权 他们对女人对小孩子都不是很OK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就是他们跟一些恐怖组织 Al Qaeda这边都有挂钩 所以那也是为什么当初美国会去帮助那个阿富汗 那他们现在撤军大家想看相关的新闻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现在跟大家想稍微看一点点就是今天的头条 各大新闻的头条 讲一点点大家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The Taliban has claimed victory in Afghanistan after taking over the capital Kabul bringing to a swift and almost 20 years of a US-led coalition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好 阿富汗的话就是战乱一直有 然后就是主要跟这个就是美国支持的政府跟这个塔利班两个在作战 好 The Taliban就是塔利班 好 大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话去上Google一下 好 Have claimed这是你的动词 宣称怎么样 Victory 胜利 好 在哪里 在阿富汗 他昨天其实我昨天本来在想要不要放那个新闻 昨天已经达到他的第二首都了 结果今天就攻下了实在太快 一个礼拜左右而已 好 After taking over Take over 就是攻占的意思 占据接待 不是接替 就比方说谁出差你去接他的工作 也可以用take over这个字 好 他们接管了首都 好 那Bring in to a swift end Bring in 是谁Bring in 这个分词过去修饰的是塔利班 他们带来一个swift是快速的 end就是结束 好 结束什么呢 几乎将近20年的美国带领的美国领导的 好 Lead的话是lead的过去分词 Coalition的话就是联盟的意思 Presence就是存在 他其实就是美国在后面撑腰的这个国家 他这个之前的那个总统 好 就是美国在撑腰的这样 In the country Fighters have seized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The government has collapsed with President Asher Ghani Freen 好 我都乱念人家的名字 对不起 Fighters就是 当然就是战士们 好 战士们就怎么样了 Cease就是攻占了 攻占了哪里呢 Presidential palace叫做总统府 Palace是宫殿 Presidential palace就是总统府的意思 这边应该没有问题很简单的句型 那政府已经怎么样 Collapsed 好 Collapsed就是坍塌了 倒台了 对 垮台了 政府已经垮台了 好 Wiz 怎么样呢 他的总统 好 已经 总统叫Ghani 已经逃离了Fling 逃到隔壁国去了 好 大家想看详细新闻 可以再多看一下 很可怜我早上听到这新闻 心情超级差的 因为就是新闻里面 他们一直在报导就是 美军现在要去把他们里面的人 把他们自己的官员什么的 大使把他救回来 可是当地的人就很害怕 当地的人就像逃难一样 想要逃出去啊 那之前有帮美军翻译过 我好像没有翻译这个新闻 就太残忍了 有帮美军翻译过 工作过的 后来被塔利班抓到的 有被砍头的 所以这些就是有帮过美军的 就很害怕 他们想尽办法要出国 想尽办法要去美国 然后就是还有妈妈到机场去 就去找美国人 就说拜托你我没有关系 把我女儿送出去 把我儿子送出去 这样子 蛮悲惨的现在在那边 就是状况很不好就是了 好 我们再看一次 BBC的新闻 大新闻这种虽然是很政治 但是还是要知道一下 好 第一个Fictory Fictory 好 就是胜利的意识 第二个Takeover Takeover 骗语 接管 好 第三个Sweet Sweet 很快速的 第四个Seeds Seeds 动词夺取 好 常常封城 攻城 不用这个字 第二个Presidential Palace Presidential Palace 名词 总统府 第六个Claps Claps 动词倒塌 垮掉 人那个垮台也可以用claps 山坡有没有洪水 那个整个倒塌 你用房子建物倒塌 也可以用claps 整个字 好 第七个Fleek Fleek 动词逃跑 这个字好 前不久前才看到 哦 第二个是一个比较夸张的新闻 好 The Islamic police force in carnal A Muslim majority state in Nigeria has raised eyebrows after he ordered stops to only use Hattie's mannequins to advertise clothing 好 这是BBC的新闻 我们不能说人家是奇怪 就是风俗不一样 好 他们可能也觉得我们很奇怪 我们觉得他们很奇怪 因为像姐姐现在穿的就是无袖的 无袖的洋装 好 在回教国家 他们看到你把手臂露出 他们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 好 所以这个Islamic 是回教的 好 回教的警察 Police force Police force就是警察的意思 在一个地方的警察 在Carno这个地方 好 他是在哪里呢 他是在一个Muslim majority state in Nigeria 好 奈及利亚 他可能不是所有的都是回教徒 但是呢 这个州 status 这个州是很多人主要的 majority就是主要的 大部分的都是回教徒的 这个州的警察做了什么事情呢 ask raise eyebrows raise就是抬起来 eyebrows就是你的眉毛 你什么时候会把你的眉毛抬起来呢 挑眉 第一个 吃惊的时候 第二个 不开心不爽的时候 好 他们这边其实应该是不开心 我看前后我们看了很久 但是都觉得他应该是不开心 他不是吃惊 他是不开心 好 为什么呢 after the order 好 他命令商店 the order shops 命令要做什么事情呢 to you only use headless mannequins 对不起 我笑了 headless head是头对不对 LESS可以记一下 他就是没有 他是一个字母 也表示没有 好 hopeless 没有希望的 headless 没有头的 mannequins就是 那个人体模特 你知道 服装店的那个人体模特 好 只可以用这种 没有头的人体模特 来广告衣服 来卖衣服 这样子 好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会往下看一下 你有兴趣可以往下看那个 他就说因为回教 他们觉得偶像主义是 他们禁止偶像主义 好 所以你有人头在上面的话 那个模特的像就是像人一样 这样子就会形成偶像主义 所以不行 好 觉得这个听了 就是不同宗教真的 还有他说那个模特的胸部 还有臀部 好 都不能被看到 一定要随时穿衣服 这样子 不能像台湾的商店 有时候那个模特没有穿衣服 好 那你可能就到大没了 好 在不同的国家 我们要尊重人家不同的文化 好 所以要去之前先调查一下 你要去一些比较特殊文化的话 好 不然有时候会引起争议 好 我看到我也是吓一条 就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行文 Islamic Islamic 行动词回教的 好 那这个Muslim Muslim也是回教的意思 它是回教 Muslim 它 它两个都有 这边两个都可以 Muslim跟Islamic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用Muslim 什么时候用Islam 我查一下好了 Muslim我记得是名词 好 它就是穆斯林回教徒 它也是行动词 它跟Islamic之间的话 我也不太知道有什么差别 大家可以查一下 Difference 我觉得好像是一样的 好 再来我们看到majority 名词大多数 好 所以比方说在美国 白人是大多数 但是听说最近白人第一次的人口 是降低的 然后那个群众就拍手看脱口秀 然后那个脱口秀主持人 就一副翻白眼 就你们这样为什么要拍手 好 这样子 好 这个有点冷 对不起 majority minority 对不起 majority minority minority 就是名词少数 比方说像黑人 亚洲人在美国 就是少数的 这样子 台湾人 就是大多数的 这边我们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移民 好 或者其他国家来 嫁到台湾的 就是他们就是minority 外国人就是少数的 好 第三个 raise eyebrows raise eyebrows 好 你就想嘛 你什么时候会把你的眉毛 把它挑起来 就是不满跟吃惊的时候 第四个 Heptis Heptis L-E-S-S 这个字我可以记一下 好 否定字我没有头的 第五个 mannequin mannequin 人体模特 这个字 Q-U比较特别 Q-U一般念 Q-U 这边念课的音 好 mannequin mannequin 好 再来这是一个 有一点奇怪的新闻 好 It may be August But the nation's toy shops have already issued an alarming plea to parents Desperately Trying to enjoy a summer break If you know what your child wants for Christmas And you want to avoid the most frenetic scramble for presents in years buy it now and hire in a couple Buy it now Buy it now 現在可能是八月 但是這個國家 這是未爆的樣子 這是未爆 這是未爆 這是英國 英國的 toy shop 就是玩具店 have already issued 就已經發出一個 an alarming 就是令人感到恐慌的 好 Plee就是一個 啃求 好 就是令人感到 恐慌的 啃求 到啃求什麼呢 啃求家長 好 這些家長是怎麼樣呢 這邊是一個 分詞 夠去修飾這個家長 好 Trying to enjoy a summer break 他們試著想要 就是享受一下夏天 因為就是要 新冠肺炎的關係 就是大家都 乱七八糟的生活 那這個desperately 就是非常非常想要的 好 很想要 享受 這個夏天的 這個break 他們會有 國外的話 會有個summer break 歐洲 有時候會放到一個月 好的 整個暑假的假期 這樣子 好 假如你知道 他們跟那個家長講什麼呢 假如你知道你的小孩子 Christmas 聖誕節要什麼 這麼早就知道 好 有啦 他們都會這樣 因為送禮 所以小孩子可能很早之前 就開始跟媽媽說 我要這個 我要那個 這樣子 好 而且你想要避免 avoid the most 最高級 franetic 最混亂的 scramble 搶購 for presents 搶購 禮物 台灣可能沒有感覺 在國外有時候聖誕節 你買一個很熱門的禮物啊 就會搶不到 搶不到 搶不到孩子就會哭 一哭二到三上掉了 好 所以他們家長都是要去搶禮物的 這樣子 好 所以呢 他就說 buy it now and hide in a cupboard 現在就買啊 把它藏在櫃子裡面 couple是那種 儲藏櫃 就是你那個碗櫃 什麼櫃子裡面 不要讓他看到 這樣子 好 覺得有點好笑 那其實你說這個像 美國之前有過新聞 就是 pop 現在在過聖誕節 裡面全部裝飾都是聖誕節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去年 因為pandemic 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過到聖誕節 他們不開心 所以他們現在又 已經開放了 就又在 弄個聖誕節 裝置這樣子 假裝再過一次聖誕節 不過美國現在疫情 好像有點變嚴重了 好 回答來我們看這邊 It may be August But the nation's toy shops have already issued an alarming plea to parents desperately desperately trying to enjoy a summer break If you know what your child wants for Christmas and you want to avoid the most frenetic scramble for presents in years why not and how you in a couple 好 第一個issue issue 八部都常看到 第二個alonging alonging 行動詞令能擔憂的 alonging就是那個 警鈴或者是你的 along clock 就是你的 鬧鐘 好 第三個 pleat pleat 名詞 control 第四個字我一直唸不好 desper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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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復詞非常拼命的 desperate 就比較好唸 desperate 就是一個人絕望的 好 非常拼命的 第五個 fanatic fanatic 就是行動詞狂亂的 第六個 scramble scramble 名詞搶奪 我沒有看到scramble 這個字好像昨天還前天看到的字 這個字我印象最深刻還是 scrambled egg 好 scrambled eggs 對不起 炒蛋 那這邊的話 它是搶奪的意思 所以英文的話 每一個單字 有時候你會看 這單字怎麼放在我要查的這個意思 跟我要看的這篇文章意思 完全不一樣 往下拉 你在 你在查字典的時候 它最常用的意思會放在最上面 然後再還是往下 然後同樣磁性的會放在上面 在往下拉可能有不同的磁性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它的意思 你就會找到 你就覺得這個單字在這邊很奇怪 它可能有其他的意思 好 它可能跟你平常熟悉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第七個 cutboard cutboard 名詞 壁廚 廚櫃 就壁廚啦 就是放東西的地方 好 最後一個在Moscow Russia a sculpture by the Swiss artist Earth Fischer is installed in Vortenaya Square 好 我們現在遇到字都亂唸了 對不起 好 這個是我剛好看到 這邊 這是什麼 這個雕像 大家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我真的看不出來 好 這個作家 這個創作家 這個藝術家 這個作品好像蠻有個性的 好 那這邊是要跟大家講說 有時候你很懶得看文章 你可以去看這個 每一個新聞都有 它叫做 in picture the weekend in picture stays in picture 它就是一張圖 然後它下面就配一個字 這樣子 你可以看新聞 我蠻喜歡這樣看新聞 我推薦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樣子 好 sculpture就是雕塑 這個雕塑 這個雕塑是瑞士的作家 瑞士叫做Swissland 好 那這個是瑞士的 大家常常那個 國家跟國籍搞不清楚啊 注意一下 Swiss artist 藝術家 好 這個人 就install裝置 剛剛看到的是正在 好像就已經被裝置在這個 square 叫廣場 這樣子 Sculpture install square 廣場 好 那今天我們就看到這邊 謝謝大家寶貴的時間 跟傑西希秀看到最後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歡迎按個讚 以及有臉書 brook跟youtube頻道 都歡迎訂閱追蹤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